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没有忘记 尾巴冲突还在继续 俄乌战争也还在打呀 对于美国国务院来讲 各种的援助计划 现在实际是蛮困难的 议会那边立国会也过不去 其中美国国务院呢 紧急通过是要卖给以色列 1.4万发的坦克弹药 那结果马上就被批评了 IP不符合 要求减少平民善望的立场 这次国防部证实了 拜登政府的这个军售程序的消息 现在国会被绕过去了 直接进行向以色列出售的 这个坦克飞弹弹药 那美国国务院官员说 这项军售案不仅传达 美国对以色列支持 同时也要提升 美国在该区域的防御能力 但问题是大家全球在关注的 不是就是一直攻击 跟伤亡的都是平民吗 那沙烏地阿拉伯的外长 跟布林肯见面了 这两国见面要干嘛呢 讨论中东地区局势 有没有可能真的进一步 维护了包括加少人道的需求 避免冲突进一步再进行扩散呢 或者是区域内的安全跟稳定 布林肯说欢迎 沙烏地阿拉伯促成夜门 可以持续和平协议来努力 推动联合国主办的夜门政治对话 确保专注于迈向和平 问题是现在连停战都被否决了 一个暂时的休战一结束 马上又恢复攻击跟冲突了 其中夜门为什么被关注 当然是被夜门后面被说 都是伊朗在后面吗 但是最近一频密的消息就是 青年运动支持巴勒斯坦之后 警告会攻击所有 死往以色列的船只已经发生了 有一些少数的船只已经发生 这种冲突事件被攻击 夜门什叶派的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警告 他们会攻击所有前往以色列的船只 不管国籍是哪一国 包括美国 要求所有的国际航运公司 不要与以色列港口进行交易 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但是无论如何 加萨停火这件事情已经被否决了 当地居民说 不意外 战争何时喊停 都要谁算 谁说了算 美国 美国现在全面的还是在支持以色列 继续给他军售弹药 继续要给他打下去 所以你拜登这样的做法 在外交转内销如何呢 却又是 我们上次每次都讲到新低新低 现在又有一个民调的新低数字 根据美国的一个PO研究中心 发布的民调显示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 认可拜登政府处理以哈战争的方式 尤其是30岁以下的受访者 只有19个百分比认可白宫 46%这么高的百分比不认可 白宫发言人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应是说 我们不靠民调来执政 那个民党的回应很像 拜登政府确实有向年轻选民 递出善意 但是这个善意是什么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民调 拜登支持度又创新低 川普领先至少四个百分别 双方的拉锯本来川普输一点 现在时间已经被超越了吗 拜登支持度创下了上任以来最低一点 两个人的对决的话 川普可以拿到47个百分比 拜登是43 这是民意的表现 而23%而已这样的选民认为 拜登政策有帮助 居然大部分都认为 现任政策是对台湾没有帮助的 53%认为拜登的政策 让他们民众觉得受到伤害 所以显然拜登的处境 在这些外患底下 影响非常的大 而美国对盟友这里的状况也不少 美军鱼鸣机事故一直传出来状况 销售也不好 所以已经准备2026要关闭生产线了 这是国防部公开的表示 正在推动停止采购鱼鸣运输机计划 为什么这个生产线要出现关闭的消息呢 因为满足采购数量 没有办法满足的原因是一直有事故 这个机体卖给人家之后 从境外采购的数量不但不增加 还减少 然后一直被传出来 包括像美军无人机 在日本的训练失联的消息 也说没有人员见物受伤 但是这种意外越来越多 而美军正在进行的 这个来自于9号的消息 正在进行的飞行训练小型无人机 7号在日本路上自卫队 进岗线这个地方演习 失联了不见了 还在努力找联系 详细的细节发生什么事 还有驻日的美军意外也不断 有7公斤重的这样的饥渴板 飞飞中途离奇消失不见了 目前研判可能是在飞行过程掉了 掉哪里去 因为过去2017年曾经就发生过 一架美军直升机机舱门 门直接掉了 掉到小学校园内 引发学生跟家长恐慌 是没打到人 如果打到还得了 而日后只要美军军机靠近 对日本当地的民众怎么做呢 就赶快警报响起 要求学生到建筑物内避难 因为他们不知道会掉什么东西下来 最多曾经有一天响起29次警报的记录 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讲又怎么受得了 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不停的发生这种意外的消息 也引起了民调在内部民意非常的不支持 亮哥 其实美国对以色列 他的 我认为他的政府跟军方行为是不一致 比如说你这里提到 军方又卖给他这个 1.4万发坦克弹药对不对 实际上还不止 他还卖给他可以打碉堡的炸弹 所以他一方面在说 人道主义资源 这个都是外交单位讲的 媒体也这样写 可是事实上军方还是不断的在帮以色列 所以就是两面人 而且你看最近 好像是阿联酋提案 在安理会提案 13票支持 美国否决 英国弃权 这等于是安理会13个国家都支持的案子 美国否决 那就是停火案 美国就认为说你停火 我认为没有帮助 请问你告诉我 你这样继续打下去 现在南加沙都打进去了 人道主义的物资如何递送 你在战争中我怎么递送 然后也很多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他现在在打 你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 那请问稳定的政府什么时候要建立 那这个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 什么时候可以找一个地方来住 那都没有答案 都没有答案 所以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为什么火气越来越大 你看那个普京最近去防阿联酋跟沙特 为什么他们弄那么大的场面给他 我认为就是在表达对美国的愤怒 不然怎么会欢迎成那个程度 真是吓死人 阿联酋还用飞机在空中 弄出俄罗斯的国旗 你知道吗 三三元色 然后国王也接见 六架 对 就是这个显然就是在表达对美国的愤怒 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们军事上完全没有办法 突然凸显俄罗斯相对还比较可以沟通吗 不是 他就故意 OPEC加PLUS 我们就做能源合作 立刻进行减产 减产就是美国反对的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坦白说 在中东能使得上力 我说有军事能力的 这人就只有俄罗斯 而中国没有办法 中国在那个地方又没有军事部署 所以你军事上怎么弄 所以中国大陆最多也是外交上帮你 11月30号 在安理会最后一次轮值主席王毅 跑去那边开个会 真的在军事上 能够帮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 真的就只有俄罗斯 其他国家都不是对手 连伊朗 以色列也没看在眼里 所以他现在就是硬干 那当然也造成美国内部 尤其是民主党大分裂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的后果就是拜登你等着看 如果太严重 你圣诞节会不会有国际恐攻 真的要小心 现在欧洲真的是非常的忧虑 的确这对拜登的选情 也是马上明年年底就要展开 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的讨论 马上回来 以巴双吐还在继续 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继续卖弹药 将军 对这个 换句话说它的弹药消耗量 是非常的快 尤其对北加萨 现在宫都南加萨去了 那个炮弹一天的话 可能几百枚上千发都有可能 所以他现在炮弹不够 要其实向美国来调拨 美国不要忘 美国还在乌克兰战争那边 也在支援乌克兰在对俄罗斯 这一方面的军事上的压力 所以美国就看了 他现在的时候 变成美国生产线 可能满载还不够 因为两方都在要 所以他现在 当然还优先到 先到以色列 但是乌克兰那边怎么办 所以你看乌克兰最近的 这个战况 美矿欲下 已经倒向俄罗斯那一边 或者是反而占了盛场 变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 我们现在往南边看 往这个东亚看 我们看日本 日本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余音机 V22 它是垂直起降的 你看它的 它的目前的整个的 非安的妥善率跟可靠度 都成了问题 因为它当初设计的时候 它是垂直起降的 它是螺旋桨 等到垂直起飞完毕之后 这螺旋桨整个向前 就变成一个运输机了 那在这个状况 它是两种模式 垂直起降的模式 然后这个直飞的这个模式 那它这个 因为螺旋桨它会震动 震动会造成很多扣环 我们的飞机 有很多的这个弹簧扣环 要压下去 弹起来 然后打开看 这是进入门 你看一下滑油 看一下液压油的状况 或看一下里面的 这个进入门的 检查门里面的状况 那这样开关关 材料疲乏 材料疲乏 空中我们知道 除了震动之外 有相对风 上面都一墙的状况之下 风一向一进去 所以推脱了 所以我经常讲说 飞行的这个下滑道上面 不要有人站在那边 因为它轮子一放出来 轮舱门 那有时候锣钉 锣钉都掉出来 打到人 有时候小会受 会流血 大的话会受伤的 这时候就是很 很危险的地区 美国进去飞过去 赶快发警报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以色列持续攻击巴勒斯坦 甚至扩大战事 那现在夜门的做法 说要扬言攻击 所有经过往以色列的船只 好 现在等于就是 它这个青年运动 它主要针对就是说 如果加萨再没有办法 收到这个所谓的援助物资 它就要锁定所有 通过这个海峡 叫曼达海峡 它的这个船只 那现在其实之前 那个以色列 之前那个日本的船只 被攻击 被俘虏的那个 它其实是没有在 夜门的这个海岸线 它还没有到夜门这边 就被抓 就被俘虏 就被攻击了 那就说明说 其实他们的军力 超过目前 他们夜门的这个海域 那好 那到底这个现在 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呢 那因为其实以色列 在刚开始 以哈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就曾经 拦截过它的这个 无人机跟它的这个飞弹 现在最近也有过拦截 但是你光拦截没有用 还是要有船护航 所以美国现在找了 39个国家 组成一个所谓的 联合海上委员会 大家来 就是说是不是要一起来护航 那其中已经有7个国家说 愿意同意来参加 美国这个护航行动 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护航的话 那所有的船艇都要护航 那费用谁来出 大家就是说 为了维持这个地方的稳定 大家愿意 就算大家愿意负担这个费用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接战的时候 大家行动怎么去协调 那你谁愿意发动 这第一波的攻击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还蛮复杂 当然它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它要升高 你现在战争的成本 你不要说只有在 以哈这个地方 只有在加萨这个地方 其他的国家 其实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民众 是非常的愤怒 那因此他们的国家 就被迫要采取一些行动 那夜门这个青年运动 它其实就是在反映 这样子一个 阿拉伯世界 他们的一个心声 所以它要通过攻击 其实80年代也有过这种 这种东西的国家的民众 这种东西的国家的民众 在这种国家的民众 感谢观看